你现在先醒过个楼市爆了煲,你现在是走不掉的,你是不是没得走啊?如果你是用,加上二按按九成按揭的,到现在,你是不是感觉到很大压力啊?如果份工有问题,你是不是大事啊? 还有一样东西,银行call loan呢?拖你补差价呢?因为银行顶不住啦,过往就银行硬顶住,令到你们觉得个楼价没跌,其实个楼价已经爆了煲,除了是部分住宅,都还是浪着浪着,但银行现在进退两难啊,因为再下去,它不可以不做重股,那它个资本充足比率就很大啊。 所以现在银行千方百计,给高息,都要抢存款,顶住了你的流动资金,跟住将那些存款,就不借出去之后呢?来扩大回它的资本充足比率,和那个叫做叫做reserve ratio,那个比例,那才希望,就减低他们的资金压力。 所以没办法啦,现在其实真是,如果你不长远点看,你只是执着,这一两年是升定跌,没意思的,楼市不同股票,你要止食是没得止价。 现在,如果你不ين得咬我的话啦,说着这些来两天吧? 是不是不比啦? 是不是不在乱的 companies? 是不是也不利了